来跟我们说说这一段 哪一段是胸椎 明确一下位置 这个是一个整个人体的整个脊柱 这个脊柱呢 从上面开始 颈椎 胸椎和腰椎 底椎还有尾椎 这部分 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标记 我们所指的胸椎就是指 从第一胸椎到第十二胸椎 这个就是第一胸椎 就等同于是在这个 大椎穴下面 最硬的这个骨头下面 就开始进入到胸椎的这个阶段了 对 因为我们大椎穴的定位 就是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之间 那个现坑的地方 其实我们数第一颈椎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个龙椎的位置 也就是第七颈椎的这个位置 来进行判断 开始往下数 数到第一个就是第一胸椎 数到第二个就是第二胸椎 按照这个东西来数 一共是 十二节 十二节 从上面往下数 这是第十二节 我们把它数到这儿 那这一节对应在我们人体当中 大概是哪个阶段 你在我身上比一下 这个阶段呢 我们在低头的状态下 最高度的这点是第七颈椎 往下数 第一个就是第一胸椎 然后再往下数的话 在两个雷弓 基本上平对的位置 就是十二胸椎 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之间 这么长一条呢 对 这个就是我们胸椎的位置 整个背痛 跟胸椎有直接的关系 那就说要挺起自己的脊量 其实挺起的是很关键的 这一段胸椎的部分 就是胸椎的位置 你看 而且刚刚提到 如果要是这个一肩低一肩高 就背包的时候 这边老往下掉 就说这胸椎不正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段不正 会引起来肩膀 一高一低的变化呢 我们经常背包 单肩包 背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一侧的肌肉受力会比较大 这就会造成一种 我们要被动地抵抗它 所以我们就会扛着肩 时间长了之后呢 脊柱就会出现侧弯 模拟一段 模拟一段 这个中间是椎间盘 两边呢 是它的椎体 这后面就是中间的这个椎间孔 发出的就是这个急神经 从上面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点 一个负重点 这个关节 叫关节突关节 也是一个负重点 那么你会发现 它是三点负重的 前面一点 后面两点 在负重 我们把这个模拟图拿来看 我们这样看的话 这个是它的脊柱 这个是它的脊柱 这个椎体 然后两边呢 是它的两个关节突关节 就是对应的是左侧右侧 对 左侧和右侧 然后它进行负重的时候呢 它是从前面往后看 它是这样的一个负重区 如果出现了后面不正的情况下 它会出现这种扭转 这样扭转 这样扭转 这个脊柱就是不正的了 从后面看 很明显它会出现一个拐弯的状态 就是在这个上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 错位了之后会出现高低肩 会出现驼背 这些原因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 它一开始就是一肩高一肩低 但是慢慢后来呢 这问题可就不简单了 还出现了胸闷 对 前胸的疼痛 心前区的一个疼痛 憋闷 我们不明白的就是 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心脏这个区域 会产生一系列不舒服的感觉 来 我们通过这个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上面紫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勒肩神经 这个勒肩神经呢 顺着这个勒 两个勒股之间这儿发出来 那么这个神经呢 从后面往前斜下的绕行 绕行到前面去 所以它就刚好支配这个前胸 它会引起这个前胸的疼痛 容易引起这种心慌 胸闷 前面这个前侧有一个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也支配这个心脏 所以它产生的症状呢 都会引起前胸的疼痛 这个时候临床的专家 就会有一个判断 判断它到底是 哪种原因引起的疼痛 那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 能够看得到 确实有神经的密布 分布得非常的紧密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出问题了 咱们还会有心脏的这些 反应胸闷的气端 会出现 从中医上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儿有一个重要的血尾 你看我们从这儿开始数 这个第一胸椎 第二胸椎 第三胸椎 第四胸椎 第五胸椎的 极吐下缘正中线 旁开1.5寸 也就是两个手指宽 这样的一个位置 增加五分 双侧 对双侧各一个 叫心疏穴 我们这个穴位 那它管什么呢 那这个它就是支配这个心脏 就是负责这个心脏的 气血的胜衰 再往上呢 在第二胸椎的下缘旁开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还有一个穴位 第三颈椎下缘 也有一个穴位 它们是封门和肺疏 它管着个肺脏功能的这个胜衰 所以它整体来讲 心肺的功能 跟背后的穴位都有关系 我想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错位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引起 这个病人的 这个心肺功能的不舒服 会产生一种胸闷的感觉 气短的感觉 就会出现